却说孔明位张飞曰,前者子龙取贵阳郡时,择下军令状,今日一得要取武陵,必须也择下军令状,方可领兵具。张飞随力军令状,欣然领三千军,星夜投武陵界上来。 金玄听得张飞隐兵道,乃及将校,整点精兵器械,出城迎敌,从事拱至建约,刘玄德乃大汉皇叔,仁义不于天下,加之张义德骁勇非常,不可迎敌,不如纳祥为上。 金玄大怒月,如玉与贼通连为内殿耶,贺令武士推出斩之,众官皆告月,仙斩家人,于君不利,金玄乃贺退拱至,自率兵出,离城二十里,正迎张飞,飞挺毛利马,大贺金玄,玄问不讲,谁敢出战? 众皆畏惧,莫敢向前,玄自咒马五刀迎之,张飞大贺一声,魂如巨雷,金玄失色,不敢消风,拨马便走,飞引众军随后掩杀,金玄走至城边,城上乱剑射下,玄京士之,剑拱至立于城上约,如不顺天时,自取灭亡,武于百姓,自降留意。 颜未必,一剑射中金玄面门,坠于马下,军士割头献张飞,巩智出城那祥,飞就令巩智姬印寿,往贵阳见玄德,玄德大喜,随令巩智待金玄之职。 玄德亲至武陵安民币,持书保云长,言义得子龙各得一郡,云长乃回书尚请约,闻长沙尚未取,如兄长不以地为不才,叫官谋干这功劳甚好。 玄德大喜,学校张飞,兴夜去替云长守荆州,令云长来取长沙。 云长极致,入见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龙取贵阳,义得取武陵,都是三千军区,金长沙太守韩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员大将,乃南洋人,姓黄明忠,自汉生,是刘表帐下中郎将,与刘表之职刘盘,共守长沙,后世韩玄。 虽今年近六旬,却有万夫不党之勇,不可轻敌。 云长去,必须多带军马。 云长约,军士何故长别人锐气,灭自己威风,量一老族,何族道哉。 官某不许用三千军,只交本部下五百名叫刀手,决定斩黄中韩玄之手献来麾下。 玄德苦党,云长不一,只领五百叫刀手而去。 孔明魏玄德曰,云长轻敌黄中,吃空有失,主公当网皆应。 玄德从之,随后引兵,往长沙进发。 却说长沙太守韩玄,平生兴起,轻于杀戮,众皆遏之,时时听之云长军道,便换老将黄中商议。 忠约,不须主公忧虑,平谋这口刀,这张弓,一千个来,一千个死。 原来黄中能开二十利之弓,百发百重。 颜未必,接下一人应声而出约。 不须老将军出战,只就谋手中定活捉官某。 韩玄市区乃管军校尉杨玲,韩玄大喜,随令杨玲引军一千,飞奔出城。 约行五十里,望见尘头起处,云长军马早到,杨玲挺枪出马,立于阵前骂战。 云长大怒,更不答话,飞马五刀直取杨玲。 领挺枪来营,不三合,云长手起刀落,看杨玲与马下,追杀败兵,迟至城下。 韩玄闻之大兴,便叫黄中出马,选自来城上观看。 忠提刀纵马,引五百骑兵飞过吊桥。 云长建议老将出马,支持黄中,把五百叫刀手一字摆开,横刀立马而问曰,来将莫非黄中否? 忠约,既知我名,严敢犯我惊。 云长约,特来取如首吉。 严霸,两马交锋,斗一百余河,不分胜负。 韩玄恐黄中有诗,明金收军。 黄中收军入城,云长也退军,离城十里下寨。 心中暗讨,老将黄中名不虚传,斗一百河,全无破绽。 来日必用拖刀计,备砍迎之。 次日早饭必,又来城下诺战。 韩玄坐在城上,叫黄中出马。 忠银数百计,杀过吊桥,再与云长交马。 又斗五六十河,胜负不分。 两军齐声喝彩。 鼓声正极时,云长拨马便走,黄中赶来。 云长方御用刀砍去,只听着脑后一声响,急回头看时,见黄中被战马前尸,陷在地下。 云长急回马,双手举刀蒙赫约。 我且饶你性命,快换马来厮杀。 黄中急提起马蹄,飞身上马,奔入城中。 玄经问之,忠约,此马就不上阵,故有此尸。 玄远,如见百发百中,何不射之? 忠约,来日再战,必然诈败,又到吊桥边射之。 玄以自己所成一匹青马与黄中,终败谢而退。 寻思,难得云长如此义气,他不忍杀害我,我又安忍设他。 若不设,又恐伪了将领,事业迟处未定。 次日天晓,人报云长诺战,终领兵出战。 云长两日战黄中不下,十分焦躁,抖走威风,与终骄马。 战不到三十余河,终诈败,云长赶来。 终想昨日不杀之恩,不忍辩射。 带住刀,把弓虚拽悬响。 云长急闪,却不见见。 云长又赶,终又虚拽,云长急闪,又无见。 直到黄中不会射,放心赶来。 将近吊桥,黄中在桥上搭建开弓。 闲想见到,正射在云长,窥英跟上。 前面军齐声寒起,云长吃了一惊,带剑回晒。 方知黄中有百步穿阳之能。 今日直射窥英,正是报昨日不杀之恩也。 云长领兵而退。 黄中回到城上来见寒玄。 玄便鹤左右捉下黄中。 忠教曰,无罪。 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如敢欺我。 如前日不立战,必有私心。 昨日马师,他不杀乳,必有关通。 今日两番虚拽公悬,第三箭却直射他窥英。 如何不是外通内廉? 若不斩乳,必为后患。 鹤令刀斧手,推下城门外斩之。 众将预告,韩月,当告免黄中者,便是同情。 刚推到门外,恰欲举刀,忽然一将挥刀杀柱,砍死刀手,救起黄中。 大叫月,黄汉生乃长沙之宝障,金沙汉生是杀长沙百姓也。 韩玄残暴不仁,清贤漫世,当众共极之,愿随我者便来。 众士其人,面如众枣,目若朗星,乃一阳人未言也。 自襄阳赶刘玄得不找,来投韩玄,玄怪其傲慢少礼,不肯重用,故屈臣于此。 当日救下黄中,叫百姓同杀韩玄,但必已呼,乡从者数百余人。 黄中拦挡不住,魏言直杀上城头,一刀砍韩玄为两断,提头上马,引百姓出城,投拜云长。 云长大喜,随入城,安抚已毙,请黄中相见,终脱并不出。 云长既使人去请玄德孔明,却说玄德自云长来取长沙,与孔明随后催促人马接应,正行间,轻其道卷,一压自北南非,连窍三声而去。 玄德约,此应何祸福? 孔明就马上袖战一刻,约,长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将,午时后定见分晓。 少卿见一小孝飞报前来,说,官将军已得长沙郡,降降黄中未言,端等主攻道比。 玄德大喜,随入长沙,云长接入厅上,拒言黄中之事,玄德乃亲王黄中家相请,中方出降,求赞韩玄失守于长沙之东,后人有失赞黄中曰,将军气概于天参,白发悠然,困汉难,至死甘心无愿望,临降低手,上怀残。 宝刀灿雪张神勇,铁骑临风,亦战寒,千古高明,鹰不敏,长随孤月,照相谈。 玄德待黄中甚厚,云长引魏延来见,孔明鹤令刀斧手推下斩之。 玄德经问孔明月,魏延难有功无罪之人,君师何故欲杀之? 孔明月,拾其路而杀其土,是不忠也,知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亦也,无关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玄德月,若斩此人,恐降者人人子微,望君师数之。 孔明之魏延曰,吾今饶如性命,如可尽忠报主,勿生一心,若生一心,我好歹取如手机。 魏延诺诺连身而退。 黄中见刘表池刘盘,现在优县险居,玄德取回教掌长长沙郡。 四郡以平,玄德班师回荆州,改游江口为公安,自此前两广盛,贤史归之,将之马四散屯于爱口。 却说周瑜,自回柴桑养病,令甘宁守巴陵郡,令陵桶守汉阳郡,两处分部战船听后吊钱。 城浦引其余将士投合肥县来,原来,孙权自从赤壁敖兵之后,久在合肥,与曹兵交锋,大小十余战,味觉胜负,不敢逼城下寨,离城五十里屯兵。 闻城浦兵道,孙权大喜,亲自出营老军,人报如此敬献之,全乃下马力带之。 肃慌忙滚安下马失礼,众将建孙权,如此怠肃皆大惊议。 权请肃上马并配而行,密为曰,故下马相迎,足贤功佛。 肃语,为也。 权语,然则何如而后卫显耶? 肃曰,愿民公威德驾驭四海,总阔九州,克成帝业,使肃明书主博,使为嫌疑。 全府长大校同志仗中大赦饮宴,犒劳敖兵将士,商议破合肥之策。 呼报张辽差人来下战书,全差书关闭,大怒曰,张辽岂无太甚。 辱闻成普军来,故意使人诺战,来日无不用新军覆敌,看我大战一场。 传令当夜无更,三军出寨,望合肥进发。 陈时左右,军马行至半途,曹兵已到,两边不成阵序,孙权金盔金甲,披挂出阵。 左宋谦,右甲华,二将使方天化己两边互卫,三痛古霸,曹军镇中门起两, 三元将全装灌带立于阵前,中央张辽,左边离点,右边跃进。 张辽纵马当先,专诺孙权决战。 权撤枪欲自战,阵门中一将挺枪骤骤马早出,乃太使此也。 张辽挥刀来迎,两将战有七八十和,不分胜负。 曹镇上离点位跃进。 曹镇,对面金盔者,孙权也,若捉得孙权,足可与八十三万大军报仇。 说由未了,岳进一记马一口刀,从刺鞋里进去孙权,如一道电光,飞至面前,手起刀落。 宋千甲华即将化己遮架,刀到处两只己其断,只将己赶往马头上打。 岳进回马,宋千辍军士手中枪赶来,离点搭上剑,往宋千新窝里辩射,应悬落马。 太史词见背后有人堕马,弃鹊张辽,望本镇便回。 张辽成势掩杀过来,无兵大乱,四散奔走。 张辽望见孙权,骤马赶来,堪堪赶上,刺鞋里撞出一军,为首大将,乃成仆也,截杀一阵,救了孙权。 张辽收军自回合肥。 成仆保孙权归大寨,败军陆续回营。 孙权因剑折了宋千,放声大哭,尝使张红月。 主公是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罕心。 即使斩将千起,威震将场,亦偏将之刃,非主公所依也,愿意积玉之勇,怀王大之计。 且今日宋千死于封敌之下,皆处供轻敌之故,今后妾依保重。 全曰,是孤之过也,从今当改之。 少卿,太史辞入仗,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明定,于张辽手下养马后曹氏弟兄,后曹贝则怀怨,今晚使人报来,举火为号,刺杀张辽,预报送千之仇。 某请引兵为外应。 全曰,戈定何在? 太史辞曰,已混入合肥城中去了,某愿其五千兵去。 诸葛锦曰,张辽多谋,恐有准备,不可造次。 太史辞兼职要行,全引伤感送千之死,急要报仇,随令太史辞,引兵无迁,去为外应。 却说戈定乃太史辞相忍,当日砸在军中,随入合肥城,寻见杨马后曹,两个商议,戈定曰,我已使人报太史辞将军去了,今夜必来接应。 你如何用事? 后曹曰,此间离中军较远,夜间极不能进,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乱,就里刺杀张辽,于军自走也。 割定替,此计大庙。 是夜,张辽得胜回城,上劳三军,传令不许节假宿税。 左右曰,今日全盛无兵远顿,将军何不卸假安息? 聊曰,非也,为将之道,勿以胜为喜,勿以败为忧。 躺无兵度我无备 乘须公之 何以应之 今夜防备 当比每夜更加谨慎 说游未了 后债其火 一片声叫反 抱者如马 张辽初上上马 换亲从将校十数人 当道而立 左右月 喊声甚急 渴望观之 辽月 岂有一成皆凡者 此事造反之人 故经君事儿 如乱者先斩 无疑时 李典请歌定并后曹志 辽寻得其行 力战于马贤 只听得城门外 明罗击鼓 喊声大震 辽月 此事无兵外应 可救济破之 便令人于城门内 放弃把火 众街叫反 大开城门 放下吊桥 太使此见城门大开 直到内便 挺枪纵马先入 城上一声炮响 乱箭射下 太使慈急退 身中数箭 背后离点跃进杀出 无兵折兵大半 城市只赶到债前 陆逊董席杀出 救了太使慈 曹兵自毁 孙权见太使慈身带重伤 愈加伤感 张昭请全把兵 全从之 随收兵下船 回南徐润州 笔集囤柱军马 太使慈病重 全使张昭等问安 太使慈大叫约 大丈夫生于乱世 当代三持剑 立不适之功 尽所致未遂 奈何死乎 延弃而亡 年四十一岁 后人有诗赞约 使至全忠孝 东来太使慈 姓名昭远塞 攻马镇雄师 北海筹安日 神庭憨战时 钟临严壮于千古 共劫兹 孙权闻此死 伤绰不已 命后葬于南徐北顾山下 养其子太使哼于府中 却说玄德在荆州 整顿军马 闻孙权合肥兵败 已回南徐 与孔明商议 孔明曰 两夜观星象 见西北有星坠地 必应折一皇族 正眼间 呼报公子刘其并往 玄德闻之 痛哭不已 孔明劝曰 生死分定 诸功勿忧 孔伤贵体 且礼大事 可急差人 倒比手欲城池 并料理葬事 玄德曰 谁可去 孔明曰 非云长不可 及时便叫云长 前去襄阳保守 玄德曰 今日流气已死 东吴必来讨荆州 如何对答 孔明曰 若有人来 两字有言对答 过了半月 人到东吴鲁肃 特来吊丧 正是 先将计策安排定 只等东吴 时时来 为之孔明如何对答 且听下文分解 先别忘了